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心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 因为在这套作品中 您用的都是20多岁时候的照片 然后刚才也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您年轻的时候 连台阶都不愿意走 就是走台阶都是要飞下去的那种 但是这个作品其实是您最近创作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自由的状态 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 然后持续到现在 还是说现在感受到更加自由了 我觉得是年轻时候有 但是那个时候是一种 可能是一种冲动对吧 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是 就心灵成长的那个年代 是80年代 那个时候真的是 可能也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年代吧 是吧 我们经常会怀念那个年代 开放了就有很多的 翻译的书啊音乐啊 很多东西进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去拥抱那样的一种光明 保娘的一些自由的思想 有一天也是在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情况下 其实我把照片找出来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非常普通的照片 就是他 你拿出来看 就他作为一个 他不是作品 他就是还是你的私人秘籍 但是突然之间就是 也是在这种很慢的这种状态中 突然之间觉得他是可以有翅膀的 然后把翅膀一录上去的时候就觉得 他成了 他就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一个很个人的 可能是很年轻 可能是很青春啊 很那个样子 但是把他翅膀安上去以后 他就会出现了另外一种状态 那种状态是 你想我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自然的一种 就是你天生的一个一生俱来的东西 我好像说过我是对那个时代在致敬 对他们对父亲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致敬 因为那个飞机的型号是 我像是爱神号 我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 蒋介石那个时代是一个 实际上是个货机 然后我来改造 海上是一个客机 然后就我们家就有这个飞机的模型 因为还飞过驼工啊 你会感觉到一种 在黑暗中飞行的那种感觉 就是好危险的一种感觉 第一次看见那飞机起飞的那种 那种勇敢的 不知道我就觉得那飞机太勇敢了 一下子就热泪融化 哎呀我觉得 飞机可以这样的冲上天空啊 那种那种感觉就觉得真的好感动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跟我血液里面 就是有这个父亲他飞行人的关系 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我真的会特别的感动 哎呀我赶紧写信给我爸爸 就是说我 我终于知道了 就是你开飞机的那种 你热爱飞行的那种感觉 一段时间我就开始画窗外嘛 嗯 画窗外就想画各种非常飞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飞机 特别特别符合我 画飞的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都和自保是有关系的啊 有一种内战的联系 我练习就是他们做的 远方 然后当时包括我对他们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最注重的 哦 我有一天就开始画画了 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美好了 我觉得 哎呀我自己一面画画一面 说说我觉得回来了 因为画的我觉得也很好 我自己觉得画的很不错 然后就跟自己说说 我觉得回来了 就是那个画画的自己 因为可能很多年会因为某种原因 而没有画画 可能会因为忙着做什么写东西啊 是吧 或者是忙着做一些观念作品啊 不画画 嗯 然后做一些装置啊 这样的 然后你凭很多年突然画画的时候 然后又被自己的画感动了 就内容回来 会激动的 嗯 那现在说不出来就是会有的 就是你可能突然之间 你 你的 你的 你 就是你创作出 或者是你在某一笔的时候 在某一天的时候 你把一个问题通了 想通了 搞明白了 那个惊喜也是非常 啊 非常感人的 感动自己的 就是一种实现自己的一种感觉 嗯 有自己被实现了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也是 啊 就创作的喜悦 一个画家 他的根本还是在 绘画这个地方 嗯 嗯 他才会显得那么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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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